來新加坡 當幼角老師之外 你也是有升遷機會當幼角高級老師 你是怎麼升遷的 嗨 我是Wendy 哈囉 我是Loro 今天早上跟Loro拍了一支合作影片 可以去她的頻道看喔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也要跟她拍一支合作影片 好 來新加坡呢 除了可以當幼教老師 也可以當幼教高級老師 就是呢 除了幼教師 華語老師 你可以升級 就是有升遷的機會變成高級老師 非常的榮幸 可以跟我身邊這一位 幼教高級老師一起出來 你這個人真的是很花式吹捧 沒有 就是 說一下內心的小告白一下 就是覺得你一直蠻欣賞你的工作能力 跟處理工作的效率 然後很有榮幸 不要害羞 非常榮幸呢 可以跟你出來 然後想要跟你聊一下天 然後我覺得這應該也是很多 台灣的幼教老師想要知道的事情 就是除了來新加坡 當幼教老師之外 你也是有升遷機會當幼教高級老師 想要問一下 先讓大家知道一下你在 呃 來這邊多久 當多久的幼教老師經驗 我今年的話 呃 四月結束的話 就是邁入第七年 好不好 在新加坡待第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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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進入第七年 就是第六年結束這樣 然後我換過兩間園鎖 目前我跟Wendy在同一間是 我的第二間 然後在上一間園鎖待了五年多 嗯 那想要問一下就是 嗯 然後你以前在台灣也是讀幼教科系嗎 對 我以前在台灣說 我在屏東讀書 然後我去讀屏東教育大學 就現在已經改名叫屏東大學 然後我就是專門讀幼教 幼兒教文學 對 然後在大學的時候 就是會有一些時期的機會嘛 所以就有機會進入幼兒園 然後跟小朋友互動啊 然後就覺得 喔 還蠻有興趣的 所以大學畢業之後呢 就繼續考 在台灣要當幼教老師的話 就要考那個幼教執照嘛 嗯 然後就要去 嗯 實習半年 然後再考試 然後考試之後就來新加坡了 那你怎麼會想要來新加坡 嗯 那個時候是我大學四年級的時候 我們學校就是有 嗯 我上一間公司的 新加坡的人 來學校徵華語老師 然後說人話很特別 然後除了在台灣當過幼教老師經營的話 也是蠻想去試試看 教教看別的國家的小朋友怎麼樣 嗯 所以我就去面試 然後面試之後呢 也很順利就上了 所以我們就會簽訂一個合約 大概什麼時候你想要過來啊 所以我就是安排在 考完 呃 幼教執照 台灣幼教執照之後 然後就把新加坡工作兩年 嗯 那時候第一次合約是簽兩 嗯 然後兩年之後就覺得 還不錯嗎 怎麼繼續想丟 第二年 其實還沒有第二年之前 就有一度想要回台灣 為什麼 因為 孤單寂寞 覺得了 真的假的 因為那個時候可能就是 啊 主要是住宿上面 遇到一點問題啊 所以就會導致心情有點低落 你知道嗎 就住宿的東西會影響個人的心情 嗯 就來異地工作的話 找房子是蠻困難的 嗯 然後後來是 幸運的找到房子 就是我的同事幫助了我 然後之後又遇到我現在的先生 嗯 所以就 讓我兩年合約到的時候呢 就再繼續的留下來囉 嗯 然後 因為你現在身分是 嗯 華語的幼教老師的高級老師 嗯 然後這個地層你是怎麼 就是升遷的 升遷喔 其實這個是 欸 那個時候在公司的時候 就是公司覺得說 嗯 我 這樣講會不會有點自大 不會啊 就是 個人努力嘛 然後你怎麼會去 就是你升遷的管道是怎麼樣 嗯 主要就是公司看到你的表現 跟努力 然後他肯定你之後呢 嗯 他就想要陪 就算栽陪你吧 然後他就會可能會在事前 還沒有確定你說 你是幼教高級老師之前呢 他可能會先給你一些 小任務 例如說 嗯 讓你帶一些實習生 嗯 讓實習生帶你的班 然後你就會帶你他 然後可能就是 會給你某一個年齡段的 小朋友的老師 你可能要去 呃 教他怎麼上課 就是互相幫忙 那時候還算是 就是八滴八滴的關係 去幫助他 然後可能他會隨時來 呃 呃 職涯發展上面的機會 然後慢慢的等到 他覺得你可以達到他的 的要求 或完成他的目標之後呢 他就會聲簽你 所以他在要求你做這些項目的時候 他有跟你說 欸我要聲簽你 然後還是只是默默的派任務給你 然後觀察你 喔他有 他會事前來跟你打聲招呼 嗯 第一次的時候就是他跟我說 他想送我去上一堂培訓課 嗯 然後他就跟我說 喔因為未來我想要讓你當高級老師 嗯 所以我就會讓你去 然後你覺得怎麼樣 他還是會問你的個人意願 因為有時候老師 不一定想當高級老師 嗯 那你覺得當高級老師 跟一般的 幼教法育老師的職位 有什麼不一樣 職位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你當高級老師之後 當然第一個 就是你就不一定是 只在教學上面 需要做些準備 可能你也是需要 身兼 去督促其他的華文老師啊 然後可能去關心 問一下他們教學上面 有沒有什麼遇到挑戰 或是困難 然後再來就是 你要跟你的校長合作 可能他在發布一些訊息 或是指令的時候 他會事先跟你開會 或跟你討論 然後你也會隨時的 跟他分享一下 你對老師的觀察啊 或是教學上面 你覺得怎麼樣可以幫助 老師的地方 然後再來 最後一個的話 可能是家長方面 有時候老師 嗯 其他班的普通的老師 可能他在 處理跟家長關係上面 遇到點困難的話呢 他也會 可能會先來找你尋求幫忙 而不是馬上去找校長 嗯 這個感覺是 比較屬於情緒上面 跟關心 可是那 比如說 作業方式呢 就是你會花什麼 比較多額外時間 需要準備的一些事情 比如說 像排班啊 或者是 處理學校老師的配分握之類的嗎 嗯 就以我現在 目前待的這間公司來說的話呢 嗯 華文的高級老師呢 首先你就需要排班 你要幫 學校的老師 英文老師跟華文老師 排他上課的班表 嗯 然後再來就是 每個月呢 我們都有一個 華文高級老師的開會 所以就是要跟 同一間公司 其他員所的 華文高級老師一起上課 然後你們分享一些 特定主題的內容 或者是學習一些新的知識 然後帶給學校的華文老師 然後再來第三個是 如果學校方面有一些 特別的日子 像是 呃我們 就是會有專業培訓日嘛 嗯 然後你可能就要跟校長一起 討論一下 我們可以設計什麼樣的活動 跟內容給老師 就是幫助老師學習 嗯 然後可能再來第四個的話呢 我們也是會 需要跟 就是幫助家長 在他專業的學習方面 學習怎麼樣跟小孩相處 所以高級老師也是會需要 去計畫一下 一年三次怎麼樣 幫助家長 也做一些算是家長的workshop 嗯 是做高級老師做什麼 還是你是安排活動內容 然後讓學校老師去 follow你的內容 去跟家長合作 嗯 有部分是這樣 或者就是說 呃高級老師去主導 然後帶領華文老師 一起來想 也不一定說完全就是 華文高級老師說怎麼做就怎麼做 嗯 就要看說你想要以什麼樣的形式 去進行 嗯 對然後再來就是可能 華文老師方面的話 你需要去稍微幫助他 在 呃書寫報告方面啊 或是編寫 活動課程方面啊 也可以稍微幫助他一下 嗯 就是其實我覺得當 華語的幼教老師已經很多事情要做 比如說 你要寫學校教案 然後周反思 就是每個禮拜的 呃教案你要去寫反思 然後寫觀察紀錄 然後 還要每個學期都要寫一個成長檔案 然後 對然後 然後平常你還要佈置學校教室 然後還要想課程內容 就其實已經蠻忙的 就是你是怎麼安排時間 然後去規劃一下 再做這麼多額外的事情 嗯 我自己呢 要非常老實說 我剛來到新加坡的時候 並不是一個 非常會管理時間的人喔 跟妳一個 鏡頭超級tech 我並不是一個非常會管理時間的人 那個時候剛來說 還是普通華文老師的時候 呃 我很常把工作就是帶到週末去做 嗯 對但是 剛來說就是因為也沒什麼朋友嘛 所以週末工作也覺得ok啊 但是9月9日之後 開始有了一些朋友 就會覺得 我週末還要工作 然後還要跟朋友繼續玩的話 就時間都不夠耶 所以就會開始想 想想什麼樣去 就是規劃自己的生活 私下的生活跟工作 所以就開始養成 就是可能會 計畫事前習慣 所以我盡量都會把我的工作內容 安排在一到五的時候完成 然後假日的時候 就是充分休息 做我自己想做自己 嗯 華語從升級為高級老師 是花多久時間 嗯 五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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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變華語高級老師 嗯 嗯 然後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現在你是高級老師 然後你的 呃一個禮拜的作息大概是怎麼樣 就是你怎麼去安排你的時間 然後去完成 除了 幼教老師的工作之外 還要去負責管理 學校華語老師的這個內容 嗯 呃 我有點變態耶 我本身是有固定生活作息的人 呃 我也不是一個 會熬夜的人 嗯 所以我每天就是會固定六點起床 所以如果我今天是做晚班的話 晚班 在新加坡晚班就是九點半上班嘛 嗯 我就會有可能六點到八點半這個時間段 我可以做工作上面的事情 所以一天當中我就可以利用早上上班之前 去做一些 呃 可能跟管理學校 或是管理華文老師有關的內容 嗯 然後再一天再去上班 然後中午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利用這個時間呢 去做一些可能今天早上在上課的時候 一些反思啊 嗯 然後小朋友的觀察啊 就利用中午的時候 小朋友在睡覺的時間 我可以做這樣的內容 嗯 呃下午的時候 就沒有工作哦 就不用帶回家做 然後隔天早上的時候 就是一樣六點的時候去床 然後我就可以 再做一些工作上面的東西 所以我盡量就是回家 就不要 不要工作 然後如果 呃中午有時候會需要開會嘛 嗯 然後就跟 呃校長啊 然後跟老師開會的話 就會 失去了那個 工作的機會 跟時間的話 那那天晚上 我可能就會需要 稍微做一下 所以你會 還是 下班的時候還是會 要做一下學校的事情 嗯 多少還是會啦 老師們 跟你們說哦 尤其是星期天的時候 哈哈 今天的時候 如果你想要請假的話 請大家避開晚餐時間 進去晚餐之前的時候 嗯 跟你的高級老師說 你要請假哦 不然的話那個晚餐 就每次都吃不下去 然後安排那個時間 這樣老師可以變瘦 是一個好減肥的好時間 每天固定禮拜天的時候 都會有人請假呢 哦 透過這個 影片 宣告一下老師 記得在晚餐之前 一定要趕快去跟你的 高級老師請假 排班老師請假 才不會 讓他的晚餐變得 吃不下去 就你提早講到別人 就可以挑班啊 嗯 對 就是這樣哦 有時候就是 還是會有意料之外的時間 沒有辦法 那你現在 當高級老師之後 很多時候是下班工作嗎 嗯 我盡量啦 盡量不會 除非說那個禮拜 中午真的是開 特別多的會 嗯 所以我會需要 在晚上的時候工作 工作大概多久啊 嗯 我 我還是會 在固定的時間睡覺 我是不會熬夜 所以我就是 坐到睡的地方 睡的安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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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開始做到10點半 嗯 10點或10點半 因為就是你中午的時間 就是失去掉了嘛 就有做到啦 所以你就可能會需要 再稍微加班個 兩個小時 嗯 那中午呢 你會需要 再帶回去工作 做 週末的話 目前 會需要花一天的早上去 看老師們的 一些資料 凡事啊 然後 下一個星期的 教學教案啊 嗯 就一天早上 這樣子 就是我現在寫的一些 週反思教案 都是 這位 高級老師 需要一點 給予一些評論 然後我再去做修改 所以 文D寫得很好唷 真的假 很好奇就是 就是 變我高級老師之後 會造成你的生活失調嗎 壓力很大 嗯 偶爾還是會啦 我就是那種壓力大的時候 就會爆吃了 所以如果你看我那陣子 特別的腫 可能就是特別壓力大吧 現在腫嗎 哈哈 多少還是會 但是 我不會說超級大的壓力還是什麼 就是 可能就看那一段時間 那邊做的樣子 我覺得 呃就是 從台灣 如果你也想從台灣來新加坡 當幼教老師 就是除了你可以當幼教的花月老師 你也是有升職的機會 然後 就看你追求自己的目標是怎麼樣 嗯 嗯 就是 但是 勢必要跟你講一下 可能真的會 需要花你下班的時間 處理工事 你這樣把人家講得很可怕 大家都不想做 沒有 就是可能 人家很享受於在這種 加班 當高級 高級老師的感覺 成就感裡面 嗯 沒錯 好 然後呢 非常感謝你 分享 欸 我想要問一個比較大家想知道的問題 就是 就是你可以 不要透露 多少 就是你當高級老師之後 跟幼教花老師的薪水有沒有調整 當然是有調整喔 工作量差這麼多 大家要調整一下 但我覺得這個調整的幅度 是他們一間公司的 因為 要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想來新加坡 其實你討論薪資這個部分呢 有點 失禮對吧 嗯 就是因為薪水不一樣 就是這邊的一個文化就是 所以其實我們也 同事之間 就算再好也不太會去討論薪資這一塊 所以可以跟你說 大概有加薪 但是沒辦法跟你說 大概加多少 不過有升職的機會 嗯 非常感謝 Roro 跟我們分享她當高級老師的 心路歷程 耶 然後 嗯 早上那支合作影片 可以到她的頻道 會把網址放在下方 現在呢 我們在一個 地方野餐 是Landy推薦的秘境 推推 然後今天過了一天 非常充實的一天 沒錯 如果你想要看 今天的Vlog呢 記得 點 上面這支影片 Roro呢 她也會分享 如何紓壓在新加坡 如果你想要看一下 今天的幕後花雪 可以到她的頻道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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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我們 我們kk 我們香港的影片 進去 我們公開 我們下期да 我們下期的影片 我們下期的影片 我們下期影片 到來說 你可以看 我們下期吻 我們下期的影片 我們下期影片